没有户口本 你们怎么能给他销户呢 到底你把五十字手枪突然丢了 你说什么 那不都是英文吗 英文 你能看明白你一网里放眼睛 你看不明白你网里放啥呀妈呀 你赞这些钱再找不回来怎么办 你让我和我妈以后早啊出门吧 怎么样 对啊 还没动静啊 没什么异常的 就是每天开车都出货 偶尔去个足料店什么的 最近晚上也没带你二回来 这是她的轻松记录啊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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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钱给他找回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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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走 我在学着警方 你怎么舍得的呀 爸呀 你跟我妈这一辈子 攒这钱还容易吗 我不要玩的回来 反正跟警察说明白吗 你听我的爸 反正跟警察说明白吗 你不跟警察说明白 反正前又不回来以后 是吗 曹哥 进军 你怎么来了 陈哥 陈哥 大伟 这 有什么事吗 没事 没事 我 就是想看看 看 看看 喂 吃饭 包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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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重要的好消息啊 给大家宣布一下啊 那个高所 您的讲 昨天啊 通过国际刑警组织 咱们破获的这个 诈骗集团的主犯 已经从国外被抓回来了 好 据这个可靠消息啊 在这次反电信诈骗专项斗争中 我们破获的这个诈骗集团啊 是最大的 涉案金额也是最高的 牵扯到了这个东南亚好几个国家 这个涉案金额啊 达到了几千万 虽然说我们只追赫了几百万 但毕竟是追回来了 刚才我跟高所啊 在局里面啊 受到了局里重点表扬 现在呢 我也把这个精神 传达给大家 对大家的工作 也提出表扬 过来啊 小姐 不接待听你们的事 快去看一下 怎么回事 那还是王姐临场前 你还没来的那几天 王姐办理我操作的 日子我记得挺清楚的 就是十六号上午九点钟左右 有一位男士叫许建实 他说 他说他爱人病逝已经三天了 要办户籍注销才能火化 我和王姐看他手续挺齐全的 也有医院开的死亡证明 那户口本人怎么回事 他说 他爱人的户口一直在他老丈人家 没跟他合户 但房产证 身份证 结婚证等等 证件都齐全 他说他老丈人出去旅游了 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他想让他爱人尽早入土为安 想把所有手续都办了 就 没有户口本 你们怎么能给他销户呢 之前也有过类似情况 就是手续齐全 差一两样的之后再补上就好 而且他也说 说他老丈人一回来 就立即把户口本补上的 看他不像个坏人 王姐就同意给他办理了 你找我 不是 那个浩哥 能不能麻烦你帮我调一下 十六号上午九点以后 户籍大厅的监控 谢谢 出什么事了 你看了就知道了 关键是那男的看上去 就是一副重情重义的样子 我给他办理 他爱人的手续的时候 他一看到他爱人照片 就哭得不行 这视频看着没什么问题啊 夏洁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这儿正找你呢 夏导演 我也这样找您汇报呢 还汇报什么呀 局里的12345 刚才把电话直接打到我那儿去了 投诉说 咱们和一个什么人勾结 然后 把他女儿户口给注销了 这 怎么回事啊 我要向您汇报的 就是这事 情况是这样的 屏幕上这个男人叫许剑识 十六号上午 他来给他爱人销户 他的爱人已经去世三天了 他急着要火化 但就在刚才 这位女婿的父亲来闹 说自己女儿死因不明 他的女婿急着给他注销户口 是要毁尸灭迹 那不成了刑事案件 那 户口注销了吗 您听我说完 我判断 毁尸灭迹不至于 但这里面一定有故事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 我们首先要找到这个许剑识 其次 在注销户口办理手续上 我们自己存在的问题 什么问题 在这个许剑识 没有出示户口本的情况下 我们出于同情 给他销户了 谁办理的这个事情 谁办得不重要 事情出了 责任在我 小大元 您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尽快啊 夏姐 没事 对了 大伟 如果我无法分身 可能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说 我可能需要你帮我去一趟医院 核实一下死者的死亡证明 没问题 谢谢 夏姐姐姐 夏姐 你叫谁姐呢 我叫你姐是证明你的江湖地位 滚 刘俊伟 你是没看见 夏姐今天处理问题那个光辉的形象 那就一个干净利落 行了 你也别吹我了 艾基伟 你看他这个人是不是又活过来了 一遇到事 哇 那个争议感爆棚 满满的干劲 彼此彼此 尺寸 补一波 谢谢 你们两个能不能不互相吹捧 能不能不把我当空气 谁把你当空气了 我们不是在和你讲话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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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 你俩配合他 那我不是公居宝是什么 夏姐 我跟你说啊 今天一开始你在教导员那大包大栏的时候 我还真想拦着来着 我可没有大包大栏啊 我呢 虽说有点担心小翠被除名 但是更多的 我是真的觉得是我的问题 我们在销互流程上 确实有确实 不过后来 我再见到徐建世本人 看到他对他爱人那份真情 我心里就更踏实了 还有 后来那个大树不是又来了一次吗 还带着一个那样的女人 那言语间流露出来的内容 完全没有在关心自己女儿的生死 而是在关心房产 我就知道该怎么处理 可以吗 夏姐同志 可以吗 夏姐同志 诚实了吗 你小心我告诉所长 不过话说回来 我还要感谢你呢 那个死亡证明 还有你在医院了解的一切 还有 那个大叔从来没有去医院看过他女儿 这才是关键一切 那大叔立马就老实了 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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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吃饭啦 你们两个不是聊得挺不忘记的吗 聊啊 来 拿我当困棋 这位同志 吃醋了吗 别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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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我车 坐我 叫您这么说 我这后备箱失窃的问题 就没办法解决了是吧 不是 能解决 是这样呀 咱们这个小区啊 比较老 又没有地下车库 这个车呢 都只能停在倒边 这偏偏咱们小区的监控又比较少 客观上来讲啊 给这个犯罪分子 撬咱这个汽车后备箱 提供了一些便利 同时呢 也给我们破这个案 带来一些难度 所以 所以什么 所以我就活该被偷是吧 不是 咱这话不能这么讲 希望您能有点耐心 同时多给我们一点时间 这都半个月了 一点动静都没有 自打我这后备箱被撬以后 这小区里接二连三的 被撬了三辆了 你们管了吗 张警官要是在的话 他肯定不是这样 什么事 曹哥 您下班了 你跟这站着干什么的 您看看这个车 这幅进小区啊 都没有地库 车就都只能停在路边 这天气热了 这小偷也开始活跃了 最近接二连三发生了好几起 这个汽车后备箱被盗的案件 我向这个市政还有街道都反应了 想让他们多装几个这颗摄像头 他们说 等这个高价修好了再一起规划 您瞧瞧这个事 等高价修好那得拖上时间 说的就是啊 这人抓不住我这群众就开始投诉 这几天投诉好几回了 那也得抓呀 没有监控头就不破案了 我当时在市政的时候 那个人也这么说的 可这没监控想抓呀 警察的老办法 基本功 蹲手啊 蹲手 您的意思是 爬窝 咱给他抓个现行 那不然呢 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就这条马路 加上南边的那条 咱们四个人在这边 四个人去那边 两个两个把一套 根据我的判断 距离他上次作案 已经过去三天了 根据他的作案规律 很有可能这一两天 他会再次出手 现在已经快一点了 大家对一下表 我觉得他快来了 咱们两个两个把一套 撑去今天 咱就把他安除 不急啊 这么长一条路 中间还有好几个路口 他一旦出现 撒赌他 还有这大半夜的路上 连个人都没有 咱一旦出现 他不遭跑了呀 那咱就这么多人 那你说咋办 说点好的方面啊 路上这么多车 这么多树 咱们应该跳藏的 好了好了 就愿做小肉说得办吧 这条路啊 路口更多 来 这个路啊 路口更多 一人守一个路口 万一他出现了 一个人先出来 另外藏根上 你绝了 行 记住了啊 不能睡觉 不能玩手机 也不能打蚊子 千万别静了他 不行 请 小春 谁啊 曹哥 曹哥 不是 你怎么在这儿呢 天佑 家里待不住 过来坐坐 你赶紧进来 说不定他一会儿就过来了 快 他窝 他能急 你越着急他越不烂 什么时候你不急了 说不定他就来了 同志 同志 警察同志 来来来 您看看 您看看啊 您看 您看 是您报的警方 对对对 是我报的啊 咱们在这儿蹲了五天 人家在这儿犯案 这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咱前期分析的作案规律 它不成立啊 许哥 话不能这么说 赵继伟分析的是 他之前的作案规律 这人是活的 谁能想到 他昨天晚上跑那儿去了呢 那会不会他已经发现 我们在等他 要是那儿的话 我们不可能等到他了 不可能 他怎么知道 他在咱们左里边 没有那样 最起码说明他这个 犯案范围扩大了 嗯 这以后啊可怎么蹲呢 回来了 怎么样 有什么新情况吗 来 喂 坐 没事 好 最起码说明啊 咱们之前掌握的作案规律 是正确的 你看昨天不是第五天吗 他不是出来了吗 他如果变成流窜作案的话 他在一个地方蹲 那是蹲不着的 对不起啊 让大家跟着我受苦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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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爬窝爬不着啊 很正常啊 按照你研究的那个规律 三到五天才撬一次 不 昨晚上跟我撬完 最起码是三天之内 他不会再办案了 那咱们就都歇一歇 这个连轴转啊 确实是让人受不了 歇一歇 没事 没事 咱们最起码能歇三天 再研究研究啊 看看这个 有什么疏漏的地方 嗯 是不是他啊 我吃 拜拜 拜拜 坐下吧 哎呀 爸刚才说到哪儿了 刚才说 说别 别忘了 别忘了什么呀 别忘了回家 我有说几句话吗 我是说别忘了提醒我自己 告诉您 让您回家 哎呦 你这个圈子 好像够大的呀你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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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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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长 上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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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第一次 靠上 把他拉起来 我问是哪儿的 你报了吗 去去去去 另外 赶紧带他去他住的地方看看 是 老总 你也来了 我是不是说过 都说我是福家 本来还说 安排人轮流指手呢 没想到第一天开工 人就抓着了 这怎么能不先去啊 又发生一起风尘女子失踪案 可以肯定 这一回 跟月威有直接关系 怎么这样 来 我们看 这是那个女孩 曾经工作的叶总会门口的监控 你看这台车 我放大 你看看这车牌 这 月威的车 嗯 我再往前给你捣捣你看 是吧 这个女孩 从叶总会里出来 两分钟之后 月威的车追了上去 我们在下一个路口的监控里 没有找到这个女孩 很明显 女孩肯定是上了月威的车 陆队长 您刚才说又发现了一起案子 难道之前还有别的案子吗 事实上 五月份的时候 我们接到了一个报案 因为我们不能确定 所以就没知悔你们 这个女孩在洗浴中心工作 过年的时候 家里以为她不回去了 洗浴中心呢 又以为她回家过年之后不回来了 所以 谁也没报案 一直到五月份 家里人一直联系不上她 找到了洗浴中心 这才发现 这个人失踪了 这件事 过去了三个多月 那时候的监控 完全找不到 我们怎么也不能把这件事 和月威联系到一起 甚至 不知道这个女孩 是不是真的失踪了 所以呢 我们就没通报你们 陆队 你刚才说过年 师父 过年咱们盯着她的时候 她车上不会就宰着那女孩吧 那她上山是不是就 处理失踢 你们俩去她的老家 不是没发现什么情况吗 是 当时啊 确实没有可以穿在一起的重大发现 现在 可能是我们错过了什么 约维家门口的那个监控 你们还关注着吧 都关注着 她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 没有啊 还是一大早出黑车大晚上回来 跟之前一样啊 对啊 车上没发现别人吧 我的印象中是没有 我们可以回去再绿一绿 我们盯着她很长时间了 如果有的话 应该是有发现 不过华也说回来了 她是反侦察能力很强 师父家门口按了监控 应该不会顶鹏坐安冒那么大风险 这个 不是她风格 那 她会在什么地方坐安呢 她车上 她车上 应该是她车上 我们跟着她那么长时间啊 发现她的车简直就是她真正的家 除了到哪儿去都开着车以外 她在车上啊 就这么说吧 那么吃喝拉撒 我们都在车上 所以说我觉得 车对她来说是最熟悉 也是最有安全来的地方 那这样 我去办搜查证 查她的车 罗队员 这个不太好吧 你看到目前为止 咱们除了这个 一闪而过的这个监控视频以外 那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其他证据 如果 这么兴师动众的话 会不会打草惊蛇呀 老臣 那你的意思呢 这个月威离不开娱乐场所 她最近经常去哪儿 咱们有掌握吗 夜未免酒吧 哥们儿 你 什么情况 道路施工 这儿停不了了 那停哪儿去啊 对面 绿岛大厦 地下停车库 绿岛大厦也太远了 前面还得绕一圈 先生 要不我帮您把车停过去 不是 你会开车吗 你别把威哥车给蹭了啊 我一直帮人拨过车 你行啊 没问题 慢点啊 您放心 大哥 走 百分之前 又不霸佛 斯巴金主 莴队 警长 您客气 来 咱们得抓住那儿 这小子机灵 我担心他很快就超越了 好 那算了 监娟 还好 来 监娟 这么着 那你就先回去 我先一会儿来 还过签让你把他带回来 我们这一会儿就到了 好 我先走了 行 有了 走了吗 护车 来来来 这儿来 您好 您这是在修管道吗 是 今天突然来修的 你这儿有没有保安 什么保安 就是 操操的 然后有点黑 戴个帽子 先生 先生 您请上去 好 我在那边 您要是走的话告诉我 我再给您探过来 罗队 不拍了吗 好 探讨仔细一点 正常管 哥 还有事 您把车停哪儿了 里头大辣地下停车场 那我再给您开过来 不用 我要走 你带我去吧 那您这边去 走 走 走 来 在扶三草 走 怎么停扶三了 是这样 我们是借人家在停车场 人家只让我们停在扶三 要不 我去给您开过来 您在这 不用 他坐电梯 就打扶三啊 不行 电梯正在维修做不了了 走楼梯呗 走楼梯呗 快点 能不能快点 你那儿下进的事了吗 您慢点啊 少总 您怎么回来了 咱们快点 什么人都下来了 这这 快了吗 你把车停哪儿了 就在那边 先生 挺远的 我还跟弯就到了 我还跟弯就到了 那不是您的车吗 哥不好意思啊 您慢了 慢点啊您 慢点 进去 走了 辛苦啊 罗队 这家伙很进去 小心都得抓紧 放心吧 真要是他 这次他就跑不了了 罗队啊 那我们就回去等结果了啊 麻烦你们还得抓点紧 好 我们回去做检测 快走 检局 谢谢了 走 从他车里的血液痕迹里 我们呢 一共提取了三个人的DNA 其中一份 我们已经和最后失踪的这个女孩 做了比对 完全出合 可以肯定地说 这个女孩上过她的车 而且 在她的车上流过血 其他两份的主人 需要我们继续查查 不过我相信 不会出现第四个人了 多谢啊 罗队 喂 朱总 什么事啊 陈老弟啊 你们上回走了之后啊 我这心里啊 始终是放心不下 这想来想去想起一件事来 我就马上给你打电话 告诉你一声 车根本没信 哥 不好意思啊 明白啊 朱总啊 我们现在正在抓捕呢 我一会儿给你打回去吧 那咱们长话咱说 那咱们长话咱说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体前退休 是因为所里发生了一件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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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里一把五十四手枪突然丢了 你中什么 那咱们长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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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宣誓 我志愿成为一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 我保证忠于中国共产党 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 忠于法律 服从命令 听从指挥 严守纪律 保守秘密 秉公执法 清正廉洁 克尽职守 不怕牺牲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愿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 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 敬礼 ced 我愿意思计 惯 对 走 走 带 岸 枇 aus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